你这边外面的位置是会有一个400点滴销 然后那下面也会有一个400点滴销 它感觉你这个面是他到重庆之后吃过最好吃的一个 哈哈哈哈 这个有地方的 我们是体力 你们是体力的 我们在重庆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现在带你们看看 太香了 哪来的香味啊 你看那个山顶上 那是什么 太高了 你看那个上面 沐丁黑没有这地方 没有 太好看了 诶 你看前卫 太大了 怎么有这么胖的鸡 太美了 你看这有好多废弃的房子 这个地方这么好 为什么没人把这个 我不记忆你就是因为 在这不能开车 不太方便修 这边也是 这也没人住了 这也没人住了 这风景也挺好 味儿挺香 好烫 但不知道他们是吃什么的 去看看吧 它每一桌上都有一个小盆 火锅或者烧烤 我们过去看看 好 走 今天是烧烤 是烧烤吗 哇 这么香 太好看了 你要哭了吗 有 好像是在这儿 新裤子 然后我们这边外面的位置的话 是会有一个400的地霄 然后那下面也会有一个400的地霄 那室内呢 室内如果靠窗的那一个的话 是会有一个300的地霄 但是最后我们没在这吃 没 太贵了 太贵了 开玩笑的 就像简单的吃点晚饭 好吧 嗯 那我们就吃个小面吧 对 这是山城啊 走来走去的 这个房子都是建在坡上的 诶 这儿好像可以下去 下 肯定是有人住 但是这个应该可以下去 诶 不能 但是我们很近 在那边可以出去 哦 那边就到街边了 嗯 那走吧 还是个饭店 饭店 好像是 不是人家 不像 我觉得有点像个饭店 饭店 要不要在这儿吃 好像不是饭店 我们是个人家 哦 出来了 这一出来就有香味 走吧 你饿坏了 现在在路边看到有一个店人特别特别多 就在这看一看好不好吃 好 本来我们还不太确定 但是刚往店里瞄了一眼 然后那个老板就把我们叫住了 不让我们走了 这家面好吃吗 特别好吃是吧 你们住在这儿不近吗 够工的 你看这是干活的嘛 看你们能选的地方肯定很好吃啊 麻辣的 哪儿的哦 那个香味 那个麻辣味 你这干一天活吃这一碗面够吗 够了 够了 咱们可以吃的 哦 面来了 那儿我来 谢谢 我看起来不错 我这个是鸡杂 你那个是醋的 马上我跟您看一下 好好好 我看现在我俩 到哪儿去吃 对老板总要给我们烫一下那个筷子 好 谢谢啊 它这家面叫胡辣壳鸡杂鸡杂鸡 所以说它这个汤看起来颜色还是挺深的 是 我虽然不知道啊 但我猜胡辣壳是不是就是花椒然后把它炸过之后了 不知道 是吧 尝尝 哇 这个汤挺香的 谢谢你 这么吃 好好好 谢谢啊 这个汤太香了 太香了 嗯 哇 太香了 挺辣 它这个汤 可是有一种烧的那个 对 有点像合烧烤一样 对 味道非常重 哇 太好吃了 你可以尝尝我这碗鸡杂的这个 哇 你那个还更浓 太好吃了 我以为你们天天干活那么累 肯定会吃特别多 不不不 是吗 累了还是吃不下 想身体长好点都不行 那我们现在忙吗 每天都有工作 差不多不下雨 下雨就是要干 大了 大了不干 你想休息的话也有休息日呗 有 周日啊 或者你自己 你不干活都没有这个的嘛 就你们自己决定嘛 想干就一直干的 他也是每天都有活 也没有休息日 但是 也是 也像你们是吗 他不想干就不干的 不是身体累 就是脑袋里累 不是他单约 也挺累的 咱跟你们那个累不一样的 我们是体力 你们人一粒累的 我们是 非呀 还要 很重的 你们跟那个棒棒不一样是吧 不 我们是搞建筑 哦 这边下面啊 嗯 去了个地理馆 建筑工人他需要有技术了 也不是说谁都能做的 那里面还有大米饭的 自己去咬的 那辣又不用钱了 是吧 辣的话 要他咬一碗 喜欢他 他不怕辣 我爱吃辣的 吃辣的没有味道 对对对 我以为就是这个感觉 老板吃 哦 我们洗澡了 好了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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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感觉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啊 这个汤真的太香了 我就觉得它味儿特别重 对 除了那个辣和麻以外 它还有一个延续的味儿 他感觉你这个面是他到重庆之后 吃过最好吃的一个 是 胡辣壳是什么呀 这个有米饭的 对因为你们这个汤看起来颜色特别深 就是 那个味道就比较浓一点 我们自己有米饭 太炒了 你还要那么多东西 尝尝 这变成一个鸡杂稀饭 这变成一个鸡杂的鸡杂 这变成一个鸡杂 刚才我没吃那个特别贵的层次 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 如果让我选一百次的话 我永远都会选这种路边的小店 好了 下次再见 谢谢 好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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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